上來婚差展會不會讓你有想要婚姻的狀況 然後剛好跟我昨天佩琪夫人在上節目的時候 看到你談到主委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沒有啦 我發現應該是那個 主持人問了太多感性的題目 他回去有跟你談這件事情嗎 他回去倒是都沒有跟我講 我是看今天的新聞才知道 他有講到說是因為你好像覺得很內疚 然後他說他幫你把你的責任都做完了 所以他才感性得多 你怎麼看 嗯 好了 好了 你是不是要三次趕公告是不是 唉 這個對啦 對啦 這個 我是一個缺席的父親啦 缺席的父親 缺席的帳戶 但他也特別爆料說你2024已經在準備 已經找很多老師來上閣證 我們隨時都在學習 不斷的學習 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有在傳出這個 藍 白 和就是受用新竹的高峰安換台北獎案 到底你有沒有聽到這樣的說法 那國民黨那邊真的有人跟你談嗎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這個傳聞也不是今天才有 長期以來就這樣 當然 我也不想去批評說 其實選舉要靠自己的能力去爭取選民的支持嘛 所以我老是在想 想人家 人家 人家 人家氣跑給你 我覺得實在太 國獎 太沒有出席了 不過是這樣啦 對於台北的選情 我看我是這樣啦 就是說 當然選舉有這種意識形態什麼的 不過台北市的選 台北市終究還是台灣最先進的城市 所以我覺得台北市的市民也最理性 所以我當然希望說 反正就在三個候選當中 選一個覺得當台北市長 是對這個城市 對這個國家 未來的發展是最好的 那你要是穩定的話 我一定支持黃珊珊嘛 對不對 他至少已經證明說 他是可以當市長沒有問題 人和啊什麼的 對市政的懸熟程度 那這個當然 不過這樣啦 應該是喜歡黃珊珊就投給黃珊珊 不希望蔣文安當選也可以投給黃珊珊 那不希望陳時中當選也可以投給黃珊珊 那這樣就好了啊 市長 市長 因為現在這個傳說 這個都說是綠營這邊再爆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 他們這一波操作 到底背後在盤斷的是什麼 是要刻意分化你跟黃珊珊嗎 還是什麼樣子 哇 這個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是這樣 在這個地方講這個嗎 其實台灣喔 真的說支持同意的大概三趴 97%人是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那民進黨的選戰的策略就是說 只要是反對他 他想辦法打成那三趴 就把他抹紅變那三趴 所以絕對不可以讓喔 這個台灣這個東西 你知道齁 變成讓民進黨搶去 所以這個我也知道 民進黨的戰略 宣傳戰略就是這樣 反對台灣就是同的 拜託我跟你講 我們還是本土派 只是我們看不過你那個叛呼的樣子 市長你怎麼講 昨天最新民調 目前黃珊珊是排名第二 跟蔣萬只差一趴多 那你覺得以現在他的一個民調來說 氣保這件事情是7民調的嗎 其實齁 黃珊珊的民調是這樣 從過去幾個月 九個月當中 他是慢慢慢慢一直在上升 而且你齁實際上 選舉過程當中就看到齁 誰行誰不行 所以你看齁 一開始陳時中也是聲勢浩大 現在說幾個馬棚 加什麼那個七頭八頭 再加上周一寇 其實這裡就看出 他們危機管控能力不好 那老實講 蔣萬一倒是從頭到頭 都不覺得他存在 奇怪 好像沒有這個候選人 其實這樣啦 他在立法院也是這個樣子 我聽我們的立委跟我講 每次遇到抗爭 他就跑到後面去躲起來 因為他好像很怕 很怕這種抗爭 不過我都覺得是這樣 當首長 一定要面對各種各式各樣的困難 那種遇事就躲起來的習慣 不適合當領袖 市長那想要再問一下 就是說這個 在新竹的部分 現在有傳出就是說 高虹安在美國的老師 李傑他曾經是大陸 這個千人計畫的議員 甚至把你李傑還有郭台銘 共同培養高虹安 目的就是要攻下這個新竹 你怎麼看現在綠營 有這樣子的操作 這也是民進拿一貫選戰操作 只要反對他的就把他抹紅 都變中共同路人 這哪有什麼吸引 連那個高嘉瑜 王世堅 甚至雌濟 都會變成中共同路人 不過是這樣啦 這個我倒是有悔言 高虹安的老師在美國 是白宮的顧問 所以難道美國的CIA NBIB 比你們這些網軍還差嗎 不會吧 有問題人家早就處理掉 還輪到你這些網軍來發現 好來最後一 你怎麼看這個論事 培委被說 就是很像媒體界的周遇寇 平民在幫小英總統打擊正點 本來就是這樣 拿錢辦事啊 這個 大家都曉得 我跟你講喔 培委那個錄音檔出來 就兩個情形要處理 第一 如果他講的是真的 哇這下麻煩了 這下不管是小英還是蘇神昌 你們怎麼面對國人 你們真的是 手伸進NCC 去操控媒體 如果他講的是假的 我跟你講 那應該是 不管是總統府 或是憲政院 應該直接告那個培委啊 不然你知道 他這樣講 你們都力量點 我跟你講喔 這兩個只有一個嘛 如果 如果到現在為止 總統府都裝鴕鳥 假設沒有這件事情 那 那應該 培委那個錄音檔就是真的 這個真假 哪有什麼困難 拿去刑事 警察局做身文鑑定 半天就出來了吧 所以這樣 不要再 不要再裝頭鳥了 請大家 請總統府跟行政院 直接面對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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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